第六章 那撒勒人厌弃耶稣 耶稣离开那里 来到自己的家乡 门徒也跟从他 到了安息日 他在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听见 就甚稀奇 说 这人从那里有这些事呢 所赐给他的事什么智慧 他手所作的是何等的意能呢 这不是那目掌吗 不是玛利亚的儿子 雅各若西游大西门的掌卿吗 他妹妹们 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 他们就厌弃他 耶稣对他们说 大凡先知 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稣就在那里 不得行什么意能 不过按手 在几个病人身上 自好他们 他也猜以他们不信 就往周围乡村 教训人去了 耶稣差遣十二门徒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 也赐给他们拳兵 制服污鬼 并且祝福他们 行路的时候 不要带食物和口袋 腰带里也不要带钱 除了拐掌以外 什么都不要带 只要穿鞋 也不要穿两件垮子 又对他们说 你们无论到何处 进了人的家 就住在那里 直到离开那地方 何处的人 不接待你们 不听你们 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 就把脚上的尘土躲下去 对他们作见证 门徒就出去 传道叫人悔改 又赶出许多的鬼 拥有没了许多病人 自好他们 约翰宅被欺律 被斩 耶稣的名声 传阳出来 欺律王听见了 就说 施洗的约翰 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这些异能 由他里面发出来 但别人说 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 是先知 正像先知中的一位 欺律听见 却说 是我所斩的约翰 他复活了 先是欺律 为他兄弟 肥力的妻子 欺罗底的缘故 差人去拿住约翰 所在监里 因为欺律 已经娶了那妇人 约翰曾对欺律说 你娶你兄弟的妻子 是不合理的 于是欺罗底 怀恨他 想要杀他 只是不能 因为欺律 知道约翰是疑人 是圣人 所以敬畏他 保护他 听他讲论 就多照着行 并且乐意听他 有一天 恰巧是欺律的生日 欺律摆设言直 请了大臣和千夫掌 并加里利作首领的 欺罗底的女儿 进来跳舞 使欺律和同质的人 都欢喜 王就对女子说 你随意向我求什么 我必给你 又对他起誓说 随你向我求什么 就是我国的一半 我也必给你 他就出去 对他母亲说 我可以求什么呢 他母亲说 施洗约翰的头 他就急忙进去见王 求他说 我愿王立时把 施洗约翰的头 放在盆子里 吸我 王就甚幽愁 但因他所起的誓 有因同质的人 就不肯推辞 随即差一个护卫兵 吩咐拿约翰的头来 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 把头放在盆子里 那来吸女子 女子就吸他母亲 约翰的门徒听见了 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 装在坟墓里 无目的羊 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 将一切所作的事 所传的道 传告诉他 他就说 你门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 歇一歇 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 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 他们就坐船 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 众人看见他们去 有许多认识他们的 就从各城步行 一同跑到那里 被他们先赶到了 耶稣出来 见有许多的人 就连吻他们 因为他们如同样 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天已经晚了 门徒进前来说 这是野地 天已经晚了 请叫众人散开 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 自己买什么吃 吸五千人吃饱 耶稣回答说 你们吸他们吃饱 门徒说 我们可以去买二十两银子的饼 吸他们吃吗 耶稣说 你们有多少饼 可以去看看 他们知道了 就说 五个饼 两条鱼 耶稣吩咐他们 叫众人一帮一帮的 坐在青草地上 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座下 有一百一排的 有五十一排的 耶稣拿着这五个饼 两条鱼 望着天祝福 抹开饼 递给门徒 摆在众人面前 也把那两条鱼 分给众人 他们都吃 并且吃饱了 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男子 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 耶稣离海 耶稣随即吹门徒上船 先渡到那边白菜大去 等他叫众人散开 他既辞别了他们 就往山上去祷告 到了晚上 船在海中 耶稣独自在岸上 看见门徒 因风不顺 遥老甚苦 夜里若有四更天 就在海面上走 往他们那里去 意思要走过他们去 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以为是鬼怪 就哭叫起来 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 且甚惊慌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 不要怕 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 风就住了 他们心里十分惊奇 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 那分柄的事 心里还是如还 寄到过去 来到隔离撒勒地方 就靠了岸 一下船 众人认得是耶稣 就跑遍那一大地方 听见他在何处 便将有病的人 用玉子抬到那里 凡耶稣所到的地方 或村中 或城里 或乡间 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 求耶稣只用他们摸他的衣上垂子 凡摸着的人 就都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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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